我剛才問,由寶寶出生到現在,你的一切經歷,你有多少的情緒是未處理過的呢? 那我就問,你是不是每一個人你見到都可以愛呢? 還是有些人不想見呢? 你生命的三、四十年的歷史,有哪些事件你是不想再提,如果可以的話想刪除 那即是說那個很痛的了,你是有部份不想再讓人知道自己有這些東西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是一個很妒忌的女人,我不想讓人知道原來我很貪心 我不想讓人知道其實我很偽善,我不想讓人知道其實我是不信任你的 你有多少東西是連自己都不想讓人知道的呢? 那我就告訴你,那那些你有沒有射過呢? 還是全部封了那些輻射的東西在你的泥土上,然後種草就告訴人家我多漂亮? 但是先生,你下面那些是輻射的東西來的,你怎麼種草呢? 你都會發現,為什麼你又會禁爆我呢? 我明明今天應該沒事的了,為什麼我一個星期的心情好? 我種得這麼漂亮,花草樹木種了,為什麼你一來,我又聞到臭味呢? 為什麼?是因為你有太多東西,如果你懂得這個法門 你將來在你的治療路上繼續以補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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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清理你的垃圾 但是通常如果你只是上了單一課程,它沒有一個很大智慧去包含你生命整個成長課程 通常你都會發現用幾年就失效了,那你是時候要去認清多一點關於你的生命是如何成長過你的 而POV是什麼工具呢?POV我剛才所說的,這幅圖它的大智慧讓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自己的生命是怎麼走過來的 而所有我的行為模式,這個事件的傷痛和現在我的反應,我完全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在這個路上有很多寶舍的練習,讓我記得當我又被按著的時候,我就會知道是連了這條線 而這個傷痛用什麼的方法去處理?當我處理完之後突然發現,沒事了 你的生命會不斷長大,二十多歲,你作為一個男女朋友,你會面對一個二十多歲、二十多朋友的問題 但是三十歲結婚,你就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別人的老公 你既是別人的女兒,又是別人的老婆,又是別人的媳婦 你不是一個女朋友單一的角色,你現在多了三個角色 三個角色都會按著你不同的按鈕,三個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扮演責任 以致社會加給你的家鎖 到你再過幾年,你已經是別人的父母,你是主管 我聽,如果你不處理,你越大,你背著的東西,即是無法呼吸 是不是一定要讀心理學課程?不是 如果佛法可以幫你釋懷放下原諒,如果耶穌基督的祈禱聖靈降臨 是讓你終於見到每個人都是神的化身去愛 Go ahead,去看你的聖經,去看你的佛堂 我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幫到你,讓你既贏你的智慧 又贏回你幸福快樂的一個法門,和所有道人向善的宗教 沒有任何分別,我們只是唯一 我們信任的宗教叫做愛 但是如果你在其他範疇試過都沒有效呢? 我們當然希望你可以信任你朋友的介紹,信任我的介紹 我就是這樣生命轉化過你的 所以這三角形的圖,我先告訴你 它可以運用在不同的範疇 它可以運用在不同的範疇 來自然的宗教